Iradio FN96中广音乐网 我是爱潮越DJ 廖允杰 我终于可以坐在DJ台上主持节目给大家听啦 太开心了 你们应该也很期待吧 等这一天也等很久了 没有错 未来每周日凌晨一点到三点呢 小杰会在空中分享很多的好音乐给大家哦 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哦 感觉对了就爱哟 这名字其实我觉得有点可爱 有点淘气 非常适合我们家师姐爱玲公主啦 话说到爱玲公主 我记得当初你有说过要约我们JP一起吃饭 如今人类人类人类 哈 赶快约一天吧 不要食言哦 食言会怎样 会肥哟 李九哲 没错 他现在在韩国呢 跟他两位音乐朋友 分别是Eddie跟Flo Sik 他们组了一个团体叫 Edgy Ethics 那他们这个团体的风格主要是HIPPOP跟R&B 在他们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 小杰有去支持 那也希望说他们可以赶快再发行他们的新专辑 也希望未来我们JPN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作哟 恭喜大小杰发行新专辑啦 小杰哥哥很替你们开心哦 我知道你们在空中一定会听到 为什么我要特别祝福他们呢 因为之前JPN在发行专辑的时候 我们到台中做签唱会 他们都会到现场来力挺支持哦 相信台中的朋友们你们一定都知道 那未来呢 如果你们在台北有任何宣传活动 需要小杰哥哥帮忙的话 尽量跟我说好不好 我一定请你们挺到底哦 I Radio FM96中广音乐网 我是I朝月DJ廖允杰 嗯 相信一定有很多认识小杰的听众朋友们 也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你要换名字嘞 呃 这个可能要问我妈咪哦 听妈妈的话 她说这个名字对我现在的工作会比较好 所以她就想说换了 但你们知道吗 换名字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要换你所有的证件 驾照 健保 卡 身份证 哗哗哗哗银行账号 呼 我可是也花了一段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好不好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小杰提醒各位要换名字的朋友们 请三四后行啊 上礼拜八月三号我们JPM才举办完我们爱进化 亚洲巡回演唱会台北厂的演唱会 这边呢 小杰还是要说一声谢谢 谢谢到场来支持JPM的朋友们 以及艺人朋友们还有家人们 感谢 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这场演唱会 希望未来我们最后一站可以回到台北小巨蛋 来当晚电台DJ之后才发现 DJ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 因为之前我们JPM来做唱片宣传的时候 都有工作人帮我们操作机器啊 然后做声音balance 现在自己当DJ一切都要自己来 但是我会努力的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多多的支持 第一个小时咻一下就过去了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 但大家不要走开 因为下一个小时还是我 不准走 I Radio FM96中广音乐网 我是艾潮越DJ廖允杰 刚刚听到呢是自由发挥的歌曲 在DJ这条路上自由发挥算是我的前辈啦 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提戏下我咯 阿达 听到了没 记得哦 给我一些意见哦 说真的我很羡慕韩国团体 他们有些团员可以自己出来 推出自己的solo EP或是专辑 因为小杰非常喜欢音乐 那其实出个人专辑也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 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了 你们帮我吹一下我们公司好不好 拜托吹出他们一下 说不定他们在今年或是明年 就可以帮小杰推出一张 属于小杰自己的个人专辑哦 我真的觉得现在学生很幸福 因为像小杰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 就没有这么多的资讯跟管道 可以去做这样子记录回忆的一个事情 所以同学们 小杰祝福你们 也希望你们可以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哦 iRadio FM96中广音乐网 我是i朝月DJ廖允杰 接下来你们要听到的歌曲呢 这个团体你们一定不陌生 他们就是Super Junior 之前周密来台湾做他的新书宣传的时候 小杰有跟着他一起去夜市 吃吃喝喝聊聊聊天 希望这次他们来台湾开演唱会呢 有机会小杰可以带你们出去玩哦 Yep 希望你们会喜欢小杰今天的节目啦 以后每周日凌晨一点到三点呢 小杰都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那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小杰说的话 可以到中广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 我会去看哦 那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